我是青蛙不下蛋 我是鴨子不呱呱 时间过得很快 这个是又要放假了 老船长真的 才放完四天的年假 今天又准备放假 不要讲了一副 好像你不很想放假 老船长我们是很想放假 但是每一次一放假 我们内心就担心这个股票 这个棋子 那你每天都活在恐惧之中 请问你 就算让你赚到钱 Are you happy? 答案是 The answer is unhappy 不快乐不开心 那干什么 那老船长怎么办吗 很简单 不要再把股票 或者是棋子 这两件事情 来影响你的情绪 因为是你的判断 这边我要买进 这里我要卖出 这里我要放空 这里我要回补 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或者是怎么样 那个吸血鬼 发猪脑袋 抠讯 再怎么样 控制着你 你不需要过这种生活 那老船长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应该相信科技 现在是科技的时代 不相信科技的人 各位观众 你们觉得 有没有道理 当然我不是说 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要相信科技 因为有很多事情 它也是怎么样 科技无法解释 至少以现在的科技水准 老船长 你讲的有道理 但是BUT 股票跟棋子 没有那么悬 好不好 用人工智慧 电脑运算 来克服 这所有的事情 很琐碎 我们叫它大数据 由于是电脑的判断 所以你自己 不用执念太深 佛家讲贪嗔痴 你有时候赚钱的 你不跑 就变赔钱 有没有 有耶老船长 我们的贪嗔痴 是不是 但是如果今天是 电脑帮你做决定的 你就照着做嘛 电脑怎么样 叫你买 你再买 电脑没有叫你买 你就不要买 或是你做指数 电脑叫你空 你就空 电脑叫你多 你就多 这样就好了嘛 你不要再去怎么样 去想得很痛苦啊 很挣扎 因为那样子的人生 我讲真心话 赚到钱没有用 头发也白了 牙齿也掉光了 干什么呢 是不是 把时间 去陪家人 选古这件事情 或是操作棋子 哪里要做多做空 这件事情 交给古皇 还有棋皇 我是苦口婆心 那为什么要交给其皇呢 因为你要做当冲的人 你就去想 到底哪里要做多 哪里要做空 对不对 是谁建议 是电脑建议 这样你就不用伤脑筋了嘛 对不对 那你说你要流仓 来 多空双向 波段流仓 其皇二 它也包含了其皇一 但重点都是什么 电脑建议 电脑建议 你不要怎么样 用你的脑袋 因为人的脑袋 已经没有办法 来应付 现在的金融市场 没错吧 指数是如此 那开什么玩笑 股票更是如此 老船长 股票 我们不一定要当冲 对呀 股票我说过 短线也没有叫你当冲 这边写得很清楚 短多我们做强势股 重点在这四个字 电脑精选 不用人脑 听得懂吗 那老船长什么叫做短多 短多我们大概设定一个礼拜五个交易日 比如说电脑选出来这档股票 你在这五个交易日里面 第一天你买进去之后 这过了五天你还没有办法赚到钱 那我们就说怎么样 这一次的电脑选股是失败的 那如果说建议你第一天就买进 不用到第五天了 第二天就拉上去获利了结 OK吗 甚至更夸张的 你今天一进场 等一下就拉涨停板了 你也可以当冲嘎吊吧 或现股当冲都可以吧 对呀 这个是不是所谓的短线 没有错嘛 那市场上很多人都在做股票 很多的人都希望 短线就能够获利 那你就找什么 找这个 找股黄 它可以满足你 多空双向都可以 那现在重点来了 那老船长你为什么要创立 奇黄跟股黄呢 很简单 除了我刚刚跟大家报告的 现在的时代 已经进入大数据科技的时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件事情 我相信你们都 很多人都经历过 老船长你说说看 仔细听 你有没有被投顾老师 骗得很惨过 什么意思 很简单啊 他带你买了 12345678几十档股票 结果呢 他电视上表演的那档股票 你没有买 不晓得哪里来的 你听得懂吧 你们常常在看很多节目 是不是天天都是涨停板 只要今天什么股票涨停板 他们一定有 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一类投顾老师 是不是坐跟他刷 而且是每一天 一年365天 你看他节目 只要你看他节目 只要今天有涨停板的股票 他都有 没错吧 那你有没有被这种骗过 一定有嘛 你参加之后 是不是保证 你都不可能每天赚涨停板 如果有 他可能叫你去追涨停板 你买涨停板的 第二天跌下来 他就装傻了 老船长真的 对了都在这样骗的 对没有错嘛 所以我说你有没有被这样的投顾老师骗过 我相信有 好 那这些人呢 很多都还存在 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那 投顾老师原来会这样子骗 对 还有一种是怎么样 我给你看证据 我给你看抗讯嘛 对不对 你看 我们这个抗讯 哇 几月几号几点钟 买进什么股票 然后再把字卡印给你看 那他助理帮他印好的 你看是不是大赚 好像煞有其事 对不对 问题是你有没有收到这个抗讯 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你根本没收到 有的谁在谜 他发抗讯 我应该收得到 对不对 你参加的等级不够 你听得懂吗 比如说 你参加的是怎么样 一般会员 那你打电话去投顾公司抗议 他跟你讲说什么 你应该要参加特别会员 只要再交几十万就可以了 等到你交了几十万之后呢 你后来发现 他电视上表演的抗讯 你又没有怎么办 怎么办 各位观众 你放心 你打电话去抗议 那你就是猪脑袋 加上猪脑袋 比他还猪脑袋 什么意思 他说你参加的会员等级 我参加特别会员呢 没有 特别会员上面还有一个 宇宙环状雷射会员 这样你听得懂意思吗 还有一种是什么情况 你知道吗 不是等级来骗你 是你也有收到这个抗讯 老船长很好啊 有收到抗讯没有骗人啊 重点是你在收到这通抗讯之前 你已经收了一百八十通 你已经每天不断的买六档 七档一直买 等到怎么样 你前面几档已经套牢套死 他也不带出哦 他也不管你 你收到这通抗讯的时候 你傻在那边了 你没有办法买 对了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 你绝对有 对不对 然后你打开电视 看他表演 打开网路 这个电脑 看他表演 说他怎么股票大赚 还拿证据给你看 他在躲法律责任 他有没有发这个抗讯 他有 你能不能买 你没办法买 这样各位观众朋友 在这个周末假日 赶快叫你的亲朋好友 老弟老咖 猝逼隔壁 阿姆阿爸 来看这一集 看老船长如何破解 这些头骨老师 有多么的可恶啊 听得懂吗 那所以老船长刚刚讲过 我创立奇皇跟古皇 有两个大方向 第一个就是科技时代 要人工智慧电脑运算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 你各位观众 你们不用 再被这些头骨老师 当做猪脑袋糟蹋了 不用了 他再也没办法骗你了 有些人是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你在家里面 把古皇奇皇安装好 是电脑 对不对 我办公室也有 我们两个打开 看的东西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今天如果拿出来骗 不好意思 你电脑就没有选这一档 你敢拿出来骗 诈欺 你听得懂吗 抠讯可以骗 电脑没办法骗 我讲这个 小朋友都认同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我们现在直接就进入主题 测标写得很清楚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星期五 昨天叫做星期四 昨天叫做十月十二号 今天叫做十月十三号 干什么 昨天星期四 就建议今天星期五 一开盘 听得懂国语 一开盘就开盘第一秒钟 干什么 买进新唐 我们直接来看 等一下我给你看证据 礼拜四 古黄 注意啊 所有有古黄的朋友 注意看 礼拜四 古黄 有没有建议你们 今天要买星唐一开盘 如果没有 每一个人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好 你注意哦 这里买 拉起来 随便你要当冲 你要留仓都可以 就马上大赚 这个完全没有办法造假 而且是真的 但重点来了 昨天星期四 中华民国境内 没有任何一个投顾老师 可以预告星期五 一开盘要买新唐 但是呢 到了星期五的时候 新唐拉到这边的时候 一堆的 哇 投顾节目 财经盘中节目啊 都在讲新唐啦 讲了一副 他们都有新唐 新唐 哇后 都哇后 通通鬼扯淡 我叫你看图讲故事 你会吗 会啊 谁不会啊 有没有任何帮助 都在演戏 甚至啊 下午收盘 拿这个新唐 到节目上来 大片特变 说有买新唐 新唐是他们的持股 废话 买这里的 听得懂吗 怎么样你可以大赚赚翻 就是礼拜四就知道 礼拜五一开盘要买新唐 老传统 你讲的是神话吗 我下半段节目 印证给你看 导播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没有错 就是这道光 让老船长带你乘风过浪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在等什么 02-2389-8689 02-2389-8689 您需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使他平步 当你启动至上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这件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部 02-2389-8689 2389-8689 老子上 老爸上 常常问老船长 多一支 你不用说得多 我听不懂 你只要告诉我 多一支就好了 各位觉得 好像这个问题很简单 但是其实很有道理 你跟我讲这家公司 做什么的干什么 讲了一大堆废话 它就会涨 偶基上偶巴上 要的是什么 我相信就是每一个 投资人所要的 你就告诉我 明天开盘要做什么 这样就好了嘛 国内只有股黄做得到 任何的操盘软体 都要等到当天 盘中在那边自己选 神经病 自己选叫做看盘软体 我交多久了 还花一堆钱去买看盘软体 那是250 加猪脑袋 看盘软体叫做不用钱 知不知道 网路上贼跟他刷 随便你看不要钱 你还花了这么多钱 去买一个看盘软体 那你不要不服气哦 礼拜四就要预告礼拜五 一开盘就买新糖 请问一下 你的操盘软体有吗 这个是我礼拜四 我不可能预告礼拜五 没有这个功能 对 拿去垃圾桶丢掉 拿去焚化炉烧掉 那个本来就一毛钱都不值的东西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完全不要人来选哦 你买一个操盘软体 你的老师教你说 要这样子选股 这样选股 不要听他骗你废话 我们来看这四个字 电脑精选 你完全不用选 电脑帮你选出来 只有股皇做得到 我们现在来看 新糖 我测标显得很清楚 来导播 照最近 这是新糖 没有错 来看这个图 看整张 大家内行人就知道 从这里 到这里几个月的时间 新糖 它是你去买 是不会赚钱的 对不对 它都在这边震荡整理 哪一天 确定它可以买的 这一天 这一天叫做昨天 叫做星期四 星期四 收盘的时候 我们知道 星期五一开盘 要买新糖 请导播照经 为什么 星期四出现 红船长 下一根红 K跟奇黄做法是一样 开在这条黄金线上 看到懂吗 就说星期五一开盘 我们很确定 它是开在黄金线上 第一秒钟 就立刻做多 因为股票 都所谓开盘价 你就开盘价 你就做多就对了 然后收盘你就大赚了 你到这边 反正你做短线 这边现在当冲也好 线股当冲随便你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 新糖已经百分之百成功 而且你可以下车 你可以大赚了 来看这里 这里买 这里有没有大赚 可不可以嘎 你告诉我 你可不可以嘎 你是扎扎实实的赚 但是中华民国境内 你找不到星期四 可以直接选出来 预告你 星期五一开盘 就要进场做多 新糖 没有了 各位观众朋友 你们在做股票 你要的是不是 就是这种感觉 你要的就是这样嘛 你跟我讲那么多 我参加投顾老师 对不对 你每天在电商骗 天天涨停板 我收到你的call信 都跌死了 输死了 你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 我想请教你 而他们有各种招式 来怎么样 来挡你啊 你打电话去抗议 你的会员要升等级 你有没有被这样骗过 有嘛 升级后 你发现输更多 输死 熟悉没老足迹 你听到没有 就这种感觉 因为他们心目中 你们就是猪脑袋 这整个市场 只有我老船长一个人 把你们当人看吗 我希望不止 但是你想想看 有谁像我一样 把你们当人对待的 你随便找一个 你看他节目 是不是一年365天 天天大转 不要再上当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 脑筋很简单 会有这种事情 那每个都比阿里巴巴 马云有钱 都比郭台铭有钱了 郭台铭再厉害 一天赚也赚不到10% 这样懂吗 那我给你们看的这个证据 这个造假就是赔 5亿8千万新台币 对不对 有谁啊 你告诉我 国内有谁敢说 这个造假赔 5亿8千万新台币 礼拜四 电脑选的哦 如果是你自己选 每个赔5亿8千万新台币 电脑选出来 如果没有礼拜五 建议你买新唐的话 再赔5亿8千万新台币 开什么玩笑 这个就已经获利了结了 下个礼拜一 新唐涨停跌停了 我们打差都不用管它 围在下那边 开盘 拉上来就可以嘎掉了 就赚翻了 我们要求股黄一 注意听哦 就是这种感觉 看这边 来导播 短多强势股 看到没有 我给五天的时间 把它记起来 股黄的定义 短多就是五天最多 五天的时间 我们给你五天嘛 你电脑选出来 我买进去 五天内我要获利了结嘛 对不对 那请问这几天 昨天建议今天进场 一天就获利了结了 需要五天吗 不需要 五天各位观众 不为过吧 如果人家跟你讲 选出来一定一天内搞定 那绝对金光党 詐欺不可能 那叫做全世界不可能 五天叫做超级厉害 超级神准 叫做怎么样 股黄做得到 我今天证明给你看 一天就到了 那你会通宁吗 昨天礼拜四 你会通宁 你就知道 财神爷告诉我 礼拜五一开盘买什么股票 他会告诉你买新唐 是不是 还是说你自己 会想得到 要买新唐 那你就不用装股黄 拜托 千千万万不要 浪费这个钱 老船长 你不要揶揄我们 不要开玩笑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这么多的股票 哪里礼拜四 就会知道 礼拜五开盘 要买新唐 当然你不会知道 老船长你知道吗 我也不会知道 谁知道 全市场只有一个人知道 他的名字叫什么 我给你看 导播等一下 你注意看 我让你心服口服 绝对心服口服 在这里 来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股黄 你记下来 我有没有给你看过 这张字卡 我说今天收盘后 就要知道 明天要做多什么 做空什么 很多人以为 我在唬烂 在胡说八道 老船长 以不骗文明 你听得懂吗 所以今天叫什么 今天叫做 星期四收盘后 就知道 星期五 要做多新唐 现在全台湾 已经有一堆人 安装股黄了 你知道吗 这些人在看我的节目 来啊 来跟我领 五亿八千万新台币啊 没办法领 因为礼拜四 他安装股黄 他一看 真的建议他礼拜五 要买怎么样 星唐 请问各位观众 要如何诈骗 如何造假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你就不一样了 星期四 你眼睛选到猫熊了 你也选不出星唐 或者是怎么样 星期五 你等你老师的抠讯嘛 猪脑袋抠讯嘛 你等了海枯石烂 你也等不到星唐 结果呢 收盘之后 你看他的节目 他有星唐了 或者是怎么样 礼拜五当天 他叫你买涨停板 然后呢 收盘后 他说怎么样 现买现涨停 你们有没有听过 头顾老师讲 现买现涨停的 那个叫话术 就是他买涨停板 叫现买现涨停 一堆猪啊 都听不出来 全国只有我在破解 股黄 你就没有这种遭遇 你不用再被糟蹋 真的 你只要把股黄 在这个礼拜 打广告中的电话 说我要安装股黄 那么以后 注意哦 今天收盘后 就知道明天要做什么 你告诉老船长 你要不要等着发财 你以为 我们的股票 随便选出来的吗 你看清楚 股黄电脑选出来之后 经过我们种种参数的 严格的筛选之后 而且还要怎么样 还要第二天 注意哦 导播照这 第二天还要开在黄金线上哦 懂不懂 如果第二天 新唐开跌停板的话 不符合开在黄金线上 打差不要买 还可以保护你一次哦 开在黄金线上哦 第一秒钟你就做多哦 开盘价 只要你开 你开在黄金线上 我立刻做多 就是开盘做多 大涨 大赚 你甚至就可以获利了结 出场 所以下礼拜一 我不会再跟你讲什么 一定要有新唐 啊 我列下列明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 所有有安装股黄的朋友 你们就知道了 星期五是不是 有跳出一档 收盘后有跳出一档 建议你们下礼拜一要买的 有没有 诈骗我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各位观众你们做股票 这么多年 一二十年 你要等什么 就等这一刻啊 终于有人可以帮你做到了 这个人叫做什么 叫做股黄 有了股黄之后 你就是超级分析师啊 你相信老船长 我跟你讲 以后就是机器人分析师的时代 大部分的分析师都被淘汰了 一个全球基因经理的人 他要看一两万只股票 你觉得有可能吗 他要靠什么 电脑一秒钟 吧 选出来了 听得懂吧 所以在这个周末 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 你一定要广告中电话 你一定要拿起来打 你就要安装股黄 那么下个礼拜开始 你就跟我们同步 我无法造假 因为电脑你打开 跟我一样 我怎么造假 你教我啊 对不对 那既然这么神准 你不要等到像棋黄一样 几乎天天赚 隔了七个月的时间 你再说 我也要买股黄 因为股黄跟棋黄一样 超级神准 你准备好了吗 五 四 这是一个人工智慧电脑运算的时代 开始拨打 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